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 在面對著人民日報和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的壓力之下 最後也是跪下了 要表態支持港版國安法 但這兩家銀行始終叫做英資公司 故此他們陷入了相對尷尬的境地 所謂順德過程失所矣 兩面不是人 雖然現在好像在討好中方 但同一時間又得罪了英美政界 首先說說美國 美國馬上有參議員提出一個名為史無前例的制裁動議 這個動議是由代表賓夕法尼亞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 Pat Toomey 提出的 他解釋這個動議實情要針對那些協助損害香港自治的銀行 不排除匯豐和渣打會成為制裁對象 其實Pat Toomey 對華的態度相當強硬 就在上個月 他聯同代表馬里蘭州的民主黨籍參議員 Fan Holland共同提出一個名為香港自治法案的動議 這個動議的目標就是要制裁那些協助落實港版國安法的官員和機構 以及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除此之外 凡親和這些受到制裁的個人或機構 有生意來往的銀行或金融機構 同樣會列入制裁之列 就要限制他們使用美元交易 以及限制他們和美國有生意來往 故此牽連甚廣 當然目前這條法案仍然有待審議 現在Pat Toomey急不及待 再要推出史無前例的制裁動議 根據Pat Toomey自己所說 這個史無前例的制裁動議 將會懲罰那些將利潤置於人權之上的銀行 但到底在參議院裏頭 能否取得足夠的票數通過這個議案呢 似乎比較多來自民主黨籍的參議員 不太同意這個法案 為甚麼呢 他們擔心一旦推出這些制裁動議的時候 不但未必做得到Pat Toomey所說的效果 甚至會損害美國的戰略利益 因為面對著中國這麽龐大的經濟體 單靠美國單方面的制裁效力 是遠遠比不上和盟友聯手推出的多邊制裁 他們就懂得說 但他們在參議院裏頭做了甚麼呢 有沒有作出甚麼動議呢 暫時未見到 好了 在英國政界方面是怎樣呢 很多來自執政保守黨的國會議員都發聲 故此一定會推動得到英國首相約翰遜做些事 因為他們的黨有發聲 現在不僅是小黨自由民主黨發聲 自由民主黨長期都非常關注香港的情況 他們也推動了這個BNO平權 已經是很多年了 不過由於他的黨太小 因為他不可以發揮作用 現在連保守黨都發聲 約翰遜也難以逃避 保守黨的下議院領袖李斯銘就說 雖然匯豐銀行總部設在倫敦 但匯豐和中國政府的關係 可能比起和英國政府更加密切 另一名保守黨議員凱恩斯就說 會傳召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的高層 向英國國會解釋 而自由民主黨議員卡麥克 較早前更加親自寫了一封信 給匯豐銀行行政總裁黃東勝 告訴他 他支持港版國安法這個舉動 已經引起了英國下議院的注意 實際現在匯豐和渣打就像四不像一樣 他們為了要繼續在香港營運的生意 他們不得不向中國低頭 彭定康所說就叫做叩頭 但其實這兩家銀行都是迫於無奈 都是無可奈何 因為形勢被人強 他們主要盈利主要賺錢的地方就是位於香港 他不貴的話基本上可能會遇到阻滯 故此往後的日子 這兩家銀行為了繼續順利在香港運作下去 他只能不斷地向中方靠攏 都沒有第二條路走 一旦他們向中方靠攏到某一個位置 真的激發得到英國或美國的制裁 代表著這兩家銀行能夠提供給中國的剩餘利用價值都沒有了 很大機會被大陸棄之如弊 難道他會出錢就是力保你 這麼多中資銀行在排隊等來取代你的位置 故此這兩家銀行就是兩面不時人 基本上他亦沒有選擇 歷史軌跡就是限定了他要這樣做 除非他說引刀成一塊 索勝就撤出香港市場 但亦見不到這個機會 天大地大都找不到一個地方 像香港那樣 讓你兩家銀行這麼有優勢 賺錢 不要說匯豐和渣打 另一家老牌的英資洋行儀和 一樣跪低了 走去大公和文匯那裡登上全版的報紙 說要支持港版國安法 故此有錢賺是最實際的 說你跪不跪低 基本上他們就不當這是什麼一回事 你說跪就跪 反正你讓他繼續在這裡營運下去就可以了 另一件來自美國的消息 美國白宮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在出席一個視像會議的時候提到 對於首階段的中美貿易協議的實施進度 是感到滿意的 他說原來這個星期中國低調地 買了兩億美元的大豆 之前有報導出來 說中國現在想不買 叫國企中薪和中儲不要買 那件事好像是路透社和彭博也有報導過 現在說不是 原來還有買兩億美元的大豆 彭博今天作出了一個跟進報導 他們說 雖然中國官方要求某些國有企業 暫停購買來自美國的大豆、豬肉、棉花和粟米等農產品 但不是全面停買 只不過是部份停買 到底停買多久或者停買多少 就要視乎美國方面作出什麼反應 其實中國這一招也是拖自決 總之就是要拖到11月的總統大選 最好拜登上台就一天都光亮了 為什麼這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他會這麼緊張出來跟別人說 說中國仍然在買來自美國的大豆 他就是要令人不要再聯想一件事 就是這個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 已經變成了一疊歷史文件 一疊廢紙 因為這個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其實就是特朗普其中一種引以為傲的政績 在特朗普的眼中 這個貿易協議 就能夠縮減到中美貿易的赤字 如果你貿貿然告訴別人 現在大陸方面也反口 這個政績豈不是蕩然無存 而大陸政府也看準了這件事 就是明知道特朗普在11月總統大選之前 不會再就在貿易方面有大的動作 或者一定不會執行回彈機制 因為一旦執行回彈機制 對於美國的經濟一樣會帶來衝擊 在大選之前 大陸政府肯定就研判了一件事 美國是不會再有大動作 現在就變成你好我好 暫時你也說 只要一天這個中美貿易協議不廢除 雙方都可以保留著一個幻想空間 就是中國會在餘下這一年半的時間 買回它在首階段的貿易協議當中 所承諾的貨款 但到底他會不會執行的另一回事 但起碼可以使得特朗普這個重要政績 不會一下子付諸流水 去到選舉論壇當中 就可以下跡到拜登一動都沒有了 因為在他在任副總統的八年期間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 每年都在擴大 但他和奧巴馬什麼都沒有做過 完全沒有提出過任何措施 去嘗試扭轉這個局面 今天霍士新聞出了一個民意調查的結果 這個結果主要是俄亥俄州 到底民調是怎樣 原來拜登的支持度有四成半 而特朗普是四成三 相差只有百分之二 至於民調的誤差 也有百分之三點五 故此在極之重要的搖擺州份 兩個人的民望差距 仍然在調查的差誤之中 故此也不算太大 但為何俄亥俄州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他自從立國以來 只要總統候選人 贏得俄亥俄州 基本上他就能夠拿到美國總統的位置 這麼多年以來只有兩次是不准的 最新那次是1960年 民主黨的金賴迪 對共和黨的尼克遜 在當年金賴迪雖然輸了俄亥俄州 但是他仍然能登上總統的寶座 只不過由那次之後 每一個候選人只要獲得這個州份 他就能夠登上總統寶座 這麼多屆都是這麼準的 你當一個路子去看就可以了 長期都是這樣開的 只有極少數的情況是例外 故此為何這個州份這麼重要 因為選了58次的美國總統 只有兩次是不准的 希望特朗普可以在這些搖擺州份加把勁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